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湾区置業的阿強 今天我帶大家來到學生的一個地方 叫做大眼塔之下的雲山思義 Hello 黃先生 你好 我們今天請到銷售精英的黃先生 為我們介紹雲山思義的樓盤 這邊 好的 麻煩 這個位置 好的 這邊為你介紹一下這個項目 這個橫色部分就是我們洪門 方圓雲山思義 這個片區是谷歌步生成的 這個吉步生成的 也是學生發展區的生的性驅例的 南邊就靠著A級的大眼神 北邊就蒙著宮邊 靠山面屬於一個地方 和佛山就隔著這條宮 宮這邊就佛山了 這邊就是我們這個片區 過了九斤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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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就屬於佛山 這邊現在的價錢都是比較貴 所以很多人就選擇我們這邊買 因為我們這邊現在的價錢 都是七八千元左右這個幅度 一合之價 一合之價 這邊已經是萬多元 所以很多人都 因為開車過來就是五分鐘左右 所以很多人就過來我們這邊買 這個谷歌生成 它也是三到五年政府 會動金打造的一個騙區 這個騙區主要的發展 就是我們紅木和北邊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今天已經準備在這個裏地 會在這邊建的六十層道交易 寫字樓 還有總部一個企業大樓 還有政府這邊的盛政務中心 都會幫助這個位置過來 包括有一個民事中心 和商業和中日館場 都會在這個位置落盛 到時你住在這個位置 一出大樓就有200米 就可以在這邊買東西 去到公邊的話 大樓就有600米 整個公邊的話 具有12公里的一個搬水長浪 都是這個位置 即200米就可以出到那個出業中心 600米就可以去到公邊 這個公邊也很區闊 整個公邊最區闊就是這個位置 到時有商業街 美食街 酒吧街 在這個位置落盛 還有一個遊艇碼頭 還有一個博蜜館 還有五星級的酒店 都會在公邊這個位置落盛 你以後住在這邊幾分鐘 就可以去到這些地方 所以這個位置 以後是整個局部 生成的一個商務中心 一個大的商務中心區 就是這個位置 我們小區 它本身是比較大的一個盤 它有80萬方 所以小區裏面的配套 都比較齊全 有三地公園 有幼稚園 有學校 還有俗柴市場 客運車總鎮 客運車總鎮 都是我們小區裏面的 最出名就是這個學校 它是華南師範大學的 一個附屬 學生方形的 實驗學校 這個是全廣東 最好的一個學校 全國排名大四 我看到從幼稚園 到中學 到大學 什麼學校都齊齊了 你直接在小區裏面 你不用出小區 就可以讀這些書 明年3月份就開始招生 9月份就開始學校 你講到學校 已經介紹完教育方面 我想問一下交通 如果香港朋友在香港過來 那交通是怎樣 如果香港過來 最近就沙傳到學生港 學生港616年間 10分鐘左右 就可以到我們這個航夢 這裏有個港口 是香港過來的 這裏有個港口 直接可以到香港 是很方便 是很方便 直接過來這邊 下了這邊 10分鐘就可以到我們這個位置 哦 不知道綠路方面是怎樣 綠路的話 可以到深圳之後 直接坐交鐵 我們這邊 搬入這個南浸 這個南浸 南浸 它的交通是最方便的 在這個位置坐 那些客運車 直接就可以到我們這個總浸 這個位置 下車就可以到我們這個航夢 很方便 在南浸那邊有車直接過來 對 南浸那邊也有車直接過來 因為這邊有客運車總浸 學生這邊 以後呢 如果三年之後 這條公租這條乘圍通了之後 他都可以直接去廣州那邊坐這條乘圍過來 都可以在南浸那邊坐這邊 轉向這條線 都可以到這個學生東浸 學生東浸落了這邊之後 我們這個位置大概是六公里左右 都很方便 現在還有兩年左右 這條高潔就完成了 對 這些都是兩到三年左右會落成的 這條已經通了 這條線已經通了 對 順德浸到珠海 這條已經通了 現在就等這條線通 即是駁回去 對 轉回這個位置 起這個浸 就會到我們這邊 對 那六台市場 下樓就到了 這邊就是六台市場 下樓車總鎮就是旁邊 這邊又有公交車總鎮 這邊又有公交車總鎮 所以所有的生活背頭 都在這個位置 那十分鐘左右就可以去到城區 這邊是學生的一個舊城區 那如果過這個沙騰河大橋 這邊就是學生的一個旅遊區 很多人都是過來這邊玩的 有這個古鑼水箱 有中國威尼斯之稱的古鑼水箱 有古鑼水箱 之後這個位置又有一個水扇錄影 還有一個茶山 不過去年華耀城都是這個位置 而投資到五百個億要做一個水箱 一個門外的紅木 這個紅木落成之後 它是整個珠箱最大的一個旅遊紅木 是 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位置都可以 帶來很多人料過來這個位置 以後這一片的升值空間 都挺有可觀 即是衣食住行什麼都齊 對 衣食住行所有的 所有的都幫你做齊 包括你讀書的話 下樓就可以讀書 嗯嗯 是 好了 這個又明白了 這邊可以看看我們現在這個紅木 好 麻煩你和我講一下沙盤 好 剛剛已經介紹我們這個區域了 現在看看我們這個沙盤 我們現在所製的位置就是這邊 我們三鑽原諾最後一間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片區就是我們的紅木 包括整個谷部的一個規劃套 剛剛說的華斯富小的學校就是這個位置 這邊就是幼稚園 這邊有一個三鐵公園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九年一個學校 有一個三級的一個陣面醫院 在這個位置 這邊就是谷部的一個生物中心 這個位置就是十字公里的一個 潑水上浪線公邊 這個陸體市場 這個客運車總站 到時坐車就直接在這邊下車 客運車總站在那裏 就是這個位置 這邊整個片區都是我們的 紅線範圍都是我們的 這個盤是比較大的 所以它有洋房 有別塞 有碟塞 還有一些小毒洞 還有一些空中別塞 有幾種產品是主性的 我們現在主要賣 就是賣我們的洋房 有幾棟洋房 現在賣的位置都很不錯 都是比較求証公邊的位置 包括這兩棟 54號樓和55號樓 這兩棟都是南北對流的 下面就看著我們這個公園 北面就可以看著公邊 就有這幾個 即是去南北對流 一邊對江一邊是對公園 對一邊對江一邊是對公園 不過這邊也一樣 後面北面可以看到公園 南邊就看著這邊的大眼神 不過這邊前後是沒有遮掩 沒有洞 這個位置前後也沒有遮掩 它的採光各方面是最好的 有這幾棟樓 現在賣的樓環 最靈的位置 包括別塞區 我們有比較年齡風格的四合園 這些合園風格 還有這些碟碎 這些是碟拼的 還有一些小獨棟 有幾種產品 即有獨棟、有碟碎 有年齡風格的四合園 是 比較有特色的合園 我們這個片區 就是我們中心的大片區 因為別塞和洋房都是這個片區 所以這個片區就是我們主要賣的片區 這個片區的園嶺全部以各種素式園嶺 以及比較深中式的園嶺去做 這個位置還有一個倫理中心 這個倫理中心 現在已經有超市、有書屋、有中醫館 還有一個會所 會所裏面有KTV、健身室、電影院 還有私動會所、幸運泳池 還有一個宴會廳已經做好了 這個我們都花了五千萬去做 即是在你們這個中心裏面 甚麼都已經花了 有醫療的 甚麼都花了 超市都有的 已經是開業的 所以你即時入住 下樓你就已經可以享受到 我們所有的配套 是換下 是 包括我們有地上一個行運 地上的泳池都有兩個 這個片區都有兩個泳池 包括一個區裡 我們已經有三個泳池 是幫你做好的 有兩個會所 包括這個位置有一個會所 這邊也有一個會所 不過我們現在鎖在這個位置 就是一個大的會所 會對我們業主開放 即是會所有三個泳池 也有三個 是的 不過這邊也有一個泳池 在這個位置 那就是四個泳池 是的 因為我們的盤大 所以我們所有的配套 都幫我們業主做組 這個位置過去工邊也很近 這邊就不用600米 這邊300米就是工邊 過路口 所以直接可以看著工邊 你買東西以後是商務中心 一條路過馬路 這邊就已經是那些商務中心 包括12樓 樓下這些全部都是超市 所以買東西生活都很方便 出限的話 你說以後過這邊的話 霍山就直接過到這邊過去 如果上高速的話 這邊三分鐘就可以上高速了 過去就是古樓 對 過去就是古樓 這邊就是學生港 這邊就可以坐穿過香港那邊 這條橋現有嗎 已經有 包括這些路都已經通過了 這個片區已經很成熟 很成熟很方便 很方便 現在其實賣的是大概多少錢 我們現在貿號批 這邊賣大概是7300米左右 一個觀價 低樓層那些 我們6000多都有 坐特價 包括這邊的話 這邊的大樓收入大概買到7900米左右 8000米左右 又有一個價錢 所以為什麼很多霍山人過來買 就是因為這個片區 一張價格五分鐘 價位是很便宜的 那邊的圓嵐和打造 全部都是以外面 你們可以看到 等等我們過去的圓嵐走 就可以看到圓嵐的風格 好的 那我們這邊出去 帶你們去圓嵐先 好的好的 麻煩王先生 這邊 OK 記住 OK 這邊 好的 麻煩 現在就參觀一下我們這邊的圓嵐 好的 OK 嗯 包括這邊呢 都是我們業主可以活動的圓嵐 來的 噢 很漂亮 對 包括這邊做一個分隔 直接好像去到蘇州原流警棋 這樣吧 是 這邊 好的 這邊 我們從這邊出球之後 要在這個位置坐定名車上去上面 我們剛剛說的 亂理中心的位置 好 現在就來到我們的版本了 來 我們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八十四方的一個圓嵐 這個是我們八十四方的一個圓嵐 它是一個動靜分離的一個圓嵐 來的 那我們現在就去看看 這個就是八十四方 它是三面五的一個空間 聽出陽台的一個世界 有三經榜 可以做到三經房 一個衛生間 這個廳呢 它是三面五的 然後用台呢 是一面半的 來大家出去感受一下 這邊呢 我們是一條北面的 所以可以直接看住 我們這條西江湖的護形 這邊 參觀一下我們的房間 這間呢 是書房 這間書房呢 它是六點五個方的 它可以用台部件 所以送一半的 為什麼我們的實用度有這麼高呢 因為我們正送空間是比較多的 這間呢 這間呢 就是二同房了 我們做了一個定宅家的一個 所以它一人可以做到 一個比較恢復的一個空間 衛生間 這些都是我們交流標準的 我們大精裝的話 這些都是我們交流標準 一個衛生間 這邊是主陣房 這邊就是我們主陣房了 主陣房它都有一個比較恢復的一個空間 是 前面這邊呢 都是我們的地 到時這邊都會建的那些寫字樓 包括商務中心 都是這個位置的了 這邊 包括廚房 我們是廚房三件套 這些都是我們交流標準的 這些都是我們交流標準的 這些都是我們交流標準 你收拾的話 你收拾的話 只要買些家具 買些家具就可以收拾了 就是東京分區 或者是三米五的大客廳 這個樣子 我們現在看我們 我們剛剛才看的那個戶型 就是看一下我們這個96方 這個呢 它是有一個三米八的空間 還有六面六的一個大用桌 用桌和客廳 就比我們剛剛才看的那個房子 就大很多了 大家來這邊 集門口呢 有五個房子的集護花園 它是送一半的 它是送一半的 之後進到這個位置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客廳的了 那客廳呢 那客廳呢 是扁鞅先過的客廳 就豁了三十公分的了 這個呢 就有三米八的一個大的 空間 還有一個六米六的一個大用桌 包括它的廚房 各方面都會大很多的了 看一下我們這個主用桌 主用桌是潮艦的 它可以看著我們4A級的 這個大雁三公園的 這一棟呢 就剛剛好可以看著我們 下面這個蘇式圓楼的了 之後呢 這個位置呢 過去都是我們的蘇式圓楼的了 那這個樣子呢 它是有六面六的 它是直接拎著我們旁邊這個房的 那我們去看一下我們的房間 這邊 它這間呢 就是三房 有兩個衛生間 這間房呢 它就直接拎著外面的那個用桌的了 其中一間房 那還有一個書房 這個書房呢 它是六點八個房的 它都是送一半的 就在這邊 我們是主頓房 那主頓房呢 它就 都一樣是潮艦的 如果我們這間房呢 它有兩個房間潮艦 那你以後在這間這個位置 看出去呢 就可以直接看著那個大雁三的了 包括它都是帶著一個衛生間 那這間就有主頓房 是 心經房間 好 看看我們九十幾方 那看一下我們最大這個戶型了 這個是我們最大的125方的一個戶型 包括我們有一個三尾六五的一個大廚房 是 這個廚房很大 包括我們還有一個 這邊的位置還有一個洗房 這邊還有一個洗房 還有這個洗房 包括我們這邊這個飄桌 這個飄桌 飄桌的位置呢 它都是傳送的了 那這邊呢 這個戶型呢 它是有一個七尾 一個大洋桌 潮艦的 那這間房 這邊有一個書房 書房這間房 它都是以陽台佈建 所以它都是送一半的 這間房 8.7個方都是送一半的了 讓大家感受一下7.1m的一個大洋桌 這個洋桌是不是很大呢 大家可以看看 7m的一個大洋桌 可以看著我們下面所有的景觀 那這邊是寺樓 如果我們高一點呢 就可以直接看著外面的大洋桌 看一下我們的房間 其實我們每間房間 它都坐得很大 每間房間它都有飄桌 那些飄桌都是傳送的面積來的 這個位置 這邊是我們第一間房 那這間房呢 它是對著我們這個洋桌的 外面 起床出去就可以出到我們 七尾一個大洋桌了 這間就是我們二童房 有小朋友住的了 小朋友這邊有一張桌 它可以在這個位置看書 那下面還有一個比較大的 一個活動空間 那這邊 那這邊 這邊就是主頓房的了 那我們主頓房呢 它都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空間 包括我們那些衛生間 每一間衛生間 那些都是交標來的 到時交樓 你們都將你坐在所有的東西 這些都是有的了 到時交樓都有的了 那這間就是我們賣得最好的一個戶型 一百二十五方 基本上一加幾口 都可以住在這個位置的了 那介紹一下 剛才三個戶型呢 就是和大家介紹一個 比較值得集手的一個小戶型 那大家看看這個戶型 這個戶型呢 是我們七十五方二加一的一個戶型 總價的話 大概都是五十萬出口而已 所以它非常值得集手的 那大家就來了 然後我過來看看 那它呢 一人自家一海做到心經房的 那這邊呢 就是我們這個三尾四的一個客廳了 那這個客廳出面 一人有一個一尾五的一個容桌 那這些呢 就比較適合投資了 那或者一個人或者兩個人住 住在這些房間裡面呢 都是比較溫馨的 那大家看看這些房間 其實每間房子呢 它都大飄退的 那我們這兩間房子都大飄退 這間是比較小的 一間小房裡的 那這間客房 看看 這間呢 就主輪房 那它就比較適合一到兩個人 你說平時沒事啊 或者是過來住一下 因為這邊後住那個大銀三 剛剛四A級的可以過去那邊玩 又過在這邊休息 那這個圍形呢 它總價又不高 所以是比較值得入手的